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学成语,说成语,用成语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形容人的容貌,体态的成语 大家在画面上看到的这四位美女是中国古代的四大美女 她们的名字分别是西施,王昭君,貂蝉,杨玉环 这四位美女有四个故事,两个成语 成语若燕,碧月修花 我们先来看成语 成语讲的是西施幻沙的故事 当她在河边洗沙的时候 鱼儿看到这么漂亮的西施,忘了游泳,逐渐地沉到了水底 王昭君,他出赛的时候,天上飞着的大雁看到了这么漂亮的昭君,忘了山洞翅膀掉在了地上 这是昭君初赛,落雁的故事 雕蝉 雕蝉去拜月的时候,月亮看到了这么漂亮的雕蝉,觉得不好意思 用一片云,遮住了自己的脸,我们叫做碧月 修花,讲的是杨玉环的故事 杨玉环去赏花,花儿看到了比自己更漂亮的杨玉环,害羞的壁上了花朵 所以,我们用西施,王昭君,貂蝉,杨玉环,这中国四大美女 来表示,沉鱼落雁,碧月修花 表示美好的体态,美丽的女性 请大家看这个成语,亭亭玉玉 亭亭玉玉玉,形容的是女性的身材,瘦高,挺拔 例如,她有一头漂亮的卷发,穿着一条白色的连衣裙 在花丛中,亭亭玉玉玉 亭表人才,刚才我们用亭亭玉玉玉,形容女性的身材挺拔 那么,亭表人才,我们可以用来形容男性 亭表人才,形容人的相貌英俊,风度潇洒 例如,这位年轻的钢琴家,获得了很多国际大奖 亦表人才 尖嘴猴腮 从成语上,大家能猜出,它形容的是一种怎样的相貌吗? 对,尖嘴猴腮指的是尖尖的嘴巴,瘦的脸 形容人的相貌丑陋粗俗 例如,这个老板长得尖嘴猴腮,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蓬头垢面,头发和脸上怎么样呢? 就是这样的状态 头发很乱,脸上很脏 可以是形容贫苦人的生活条件很差,也可以说脸上没有经过修饰 例如,横头垢面的他,正吃着一个板头很可怜的样子 生龙活虎,请大家猜一猜,这个成语说的是人的怎样一种精神状态呢? 生龙活虎是很有活力的角龙和老虎,意思是活泼矫健 例如,篮球场上,年轻的小伙子们个个生龙活虎 没精打采,没有精神 没精打采形容的是精神不振,提不起镜头 例如,上了八个小时的班,又坐了一个小时地铁 到家后,我已经累得没精打采了 落落大方 我们知道,大方是一种精神状态 落落大方指的就是照片上这样一种状态 指人的说话和动作很自然很大方 例如,一个美丽的女人一定是落落大方 除除除可怜 可怜,让人心疼,除除可怜 形容的是秀美柔弱,让人觉得怜爱 例如 例如,看着她除除可怜的样子 我只好答应了她 怪模 怪样 我们学习了很多关于人的容貌和体态的词 都是美好的词 都是美好的词 可是,如果我们要形容奇怪的样子呢? 我们可以说,怪模 怪样 怪模 怪样,形容装扮怪异 形状不怪 例如,她像又不像人,怪模 怪样的 又例如,哈哈镜里的人都是怪模 怪样的 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了有关人的容貌体态的词 给大家布置一个有趣的作业 请用今天学习的成语去描述你爱的一个人 例如,我的姐姐 我的姐姐她是一个大美女 身材高挑,亭亭玉丽 工作日的时候她是这样的 落落大方 周末在家的时候 她是这样的 横头垢面 好的,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